这是我们在离开新疆前最后一天前往吐鲁藩一直游的路上 因为在结束了阿拉泰大环境后 我们没有去到新疆几具代表性的两个地方 吐鲁藩和哈密感觉有点遗憾 所以我们在决定还车之前好好再利用一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从乌鲁木齐到吐鲁藩全程200公里 作为小学课本就学到过的地方 吐鲁藩在我心中一直以来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存在 于是在路上我们的画风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对比出发时的欣喜若狂 那今天旅程的后半段简直充满了戏剧性 首先在快要进城的时候被告知在新疆未待满30天不能进入吐鲁藩 于是我们只能顶着接近50度的高温远路返回 注意 更扯的是在回程途中我们突然发现油好像快没了 而且我们四大四个人居然在续航里程只有5公里的时候才发现这一情况 此时离我们最近的加油站至少还有40公里 怎么办呢 问遍了沿途的司机大家都没办法帮我们 在新疆又没有送油服务 为了省油我们甚至连空调都不敢开 开哥 我们没油了 怎么能帮我忙啊 怎么办啊 我们没油了 我的天哪真是无语了 虽然我平常不开车 但是身边貌似也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想知道我们咋解决就点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